小之后我们开始给它拉毛 吹风机调至温风挡小风 先开始吹头部 毛发逆向梳理 梳子梳到哪里 风就要吹到哪里 一片毛发一片毛发进向梳理 脸侧面同样逆毛吹 抬起头 下巴和脖子的毛发也是逆毛梳 先收小白要注意的是 吹风机与梳子的完美配合 要放慢速度慢慢来 耳朵的毛发顺毛梳 保证每一片毛发都要吹干拉直 耳朵内侧用大拇指挡住耳孔 向四周发散式梳理耳毛 另一侧耳毛同样操作 头部毛发拉完后 开始身体直层的拉毛 首先后背从肩甲骨开始逆向梳毛 梳哪一片毛发 吹风机要吹哪一片毛发 一层接着一层的梳理 后背和两侧身体拉完后 开始拉后腿的毛 后腿自然抬起 一层一层一毛梳理 注意腿不要抬太高 让宝贝保持自然舒适的状态 脚周围的毛发也要梳到 后腿吹干后 紧接着把它的尾球也拉住 同样是腻毛梳 然后开始拉另一只腿 操作步骤是一样的 如果碰到不爱站 或者年龄大的宝贝 他喜欢坐 你就让他坐着 喜欢躺下就让他躺下 一定是用你的姿势和角度去配合他 而不是勉强他来配合你 只要是你让他感觉到安全了 舒适了 他才会放松下来 乖乖的配合你 后腿完成后 开始拉前腿的毛 腋下的毛也一定要梳到 让宝贝面对你坐下 把前腿自然抬起 就能梳到腋下的毛了 这里是最爱打劫的地方 那整体的拉毛完成后 来看一下洗澡前后的对比吧 太敌犬的洗澡和拉毛 你学会了吗 赶紧动手试试吧 关注我 每天分享一个 我认阅我 我认阅你 全体 kana